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期货威力哥来到我们节目 威力哥好 千涵好 各位财经经诊室的观众大家好 城市交易最近在期货圈非常火红 那就想问一下威力哥 那投资朋友要怎么去看这个城市交易的策略 要怎么拿一个比较好呢 那还有AI是就等于城市交易呢 好 千涵问得非常好 确实最近这个城市交易策略 在整个期货圈 有一些这个期货公司交出非常亮眼的成绩带 这表示呢 自从起货市场 从这个原本早上的五个小时 好那延长到这一个19个小时之后 在这个部分 市场需求是慢慢在做一个增加的 是 那首先我先针对千涵问的这个部分 AI是不是就等于城市交易 首先呢 在这个地方 威力哥要跟大家讲 这个城市交易就不等于 他不等于是这个AI智能交易 但是呢 AI智能交易他一定会是 就是采用城市交易的模式 大家可能听了一点导孔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各位你看画面上 所谓的AI的部分 他会有一个 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结果出来 或者是一个他可以告诉你说 这个事件分析之后呢 他所得到的概率的数字是多少 或者是呢你给他几个情况呢 或者几个这个条件式呢 他能够去帮你做出一个 去计算出一个最佳的一个解答 所以呢他在 如果说我们要用一个四值来表达的话 AI他其实他比较适合在 这个X加Y加Z 他肯定等于A 嗯 比如说呢 我现在呢有三张老K 那我的对手呢 他有张牌盖的 他可能呢是这个JQK 10JQK 那他这张底牌呢 如果他是 这个这个也是红星A 他可能是 铜阿顺 那铜阿顺呢 他肯定会大于3张K 他必须是运用在 比如说他计算出来结果 他是一个 会是一个肯定的 你可以知道说 铜阿顺绝对会大于3张K 这样一个情况 那层次交易就不太一样 层次交易呢 刚才要去想哦 一支这个长虹的这个K棒 他吞噬了3根黑K棒 他是不是代表着 后面就一定会大涨 其实他不一定 他通常只代表一个 相对概率的数字 就是说后面再创新高 或是再往上 挑战高点的这个几率 可能有7成 可能有8成 但是他不是100%的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 请大家一定要 这样的一个概念哦 那简介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 竟然有提到 现在城市交易很多 他要这么去挑 然后有几个关键值 威力哥简单 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当然是 获胜率啦 这其实都是大家很关注 但是威力哥必须跟你讲 获胜率不是挑策略 唯一的途径 是 威力哥曾经不止一次 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提到 你就算获胜率有7成 但是你呢 第二个关键数字 赚培比是不及格的 那基本上高胜率 你还是一样会输钱 比如说像这个 之前的台湾彩券 他发行的这一个 2000块面额的彩券 他号称的获胜率有77% 那等于你买一张彩券要2000块 那很多人就会说 哇 胜率77% 这么好那一定稳赚了嘛 事实上是这样吗 其实不得 事实上你可能花2000块买一张彩券 你挖出来500块 等于你花2000块的成本 你只中了500块 那没有错你胜率很高 但是你的赚培的比例呢 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不会及格 所以在这个第二个 要提醒大家 你不能只看获胜率 基本上呢 如果一支策略 他的一个获胜率 能够高于45% 但是他的赚培比 能够有1.3 1.5以上 也就是说呢 他每承担1块钱的损失 他可以赚1块4 1块5 基本上这个策略呢 他就值得用 他值得用 但后面还是有一些数字 你要去看 很多人常会说 那个威一哥 我看那个坊间 很多这个台面下一些 这些资讯公司啊 说这个获胜 这个他们的这个绩效 一年可以赚100% 是 那我就问他 那你要看 你用多少本金去赚100% 如果他跟你说 他是20万 去做一个试算的基础 他赚100万 也不知道才多少 20% 但是这个策略 是不是20万能够存活下 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要去看他的本金 是多少 那再来呢 就是交易频率 很多人跟你说 我这个策略很棒 这个获胜率有80% 结果你看他一年才交易几次 10次 那基本上他的样本太小 是不足以产性的 这个获胜率的数字 他是没有可靠度很严 再来就是连续获利 跟连续亏损的次数 他关系到你用这个策略的时候 你的心情啊 当然你可以完全不管他的时候 那你这个连续获利次数 跟连续亏损次数 这个笔子只要不要差太多 基本上就OK 那最来的 再来就是连续亏损金额 连续获利金额 基本上他还是影响到 你个人使用这个策略的时候 你心理的承受度 所以这个要依照你自己财务的能力 去评估一下 最后呢就是历史回撤期间 最大的绩效回落 他再告诉你说 你这个策略呢 假设他回撤三年 这三年内曾经 比如说去年的10月跟11月 他最大损失是20万 那你就不能用20万去交易这个策略 你可能要用50万甚至60万去交易他 这样你才有办法存活 要不然你准备20万 结果在去年的10月11月 你亏了20万 那接下来呢 你不可能有办法交易下去嘛 所以在这个部分 威力哥也把这些数字整理出来 所以你像这个千然在讲 策略那么多 你要怎么挑 就是从这些关键的数字去做一个选择 就不会错了 是谢谢威力哥的分享 那想要交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交威力哥Light 财经监事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